原朗这个项目为何称为after the rain 雨后呢? 其实背后是有两个意义的 第一,我觉得一个项目应该有一个时代感 是有一个relevance 而过去的几年,相信大家都经历了很多 无论如何都好,我觉得都是一个时间去到重新出发 向前往 而after the rain 雨后,正是有这种含义 雨后阳光,给大家一种正的能量 第二,这个项目坐落在元朗 我记得小时候去元朗旅行 见到很多牛仔走来走去 时至今日,当然是主要见到一些人走来走去 但其实元朗依然有很多很美丽的风景 例如好像南生卫那样 而且这个年代,相信大家都很想回归大自然 而这个项目里面,我们都很努力地加入了很多 跟大自然有关的元素 所以我觉得after the rain 雨后这个名称是非常适合的 其实这个项目其实都有好几样很创新的东西 第一,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urban farm 这个就不是一个园林的布置 也不是一些所谓的亲子活动 或者一些生活体验,或者一些工作坊 而它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种菜,种生果 来到日常供应给住户食用的有机农场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和 lab test 亦都拍拿了两家很专业的公司去创造出来 虽然这个 farm 面积只有两千到三千尺 但我们用了一个美国专业农场用的一个系统 和一些天然和在日本研发出来的土壤 再加上从荷兰以来的一些的菜苗和有机的肥料 当然我们不可能担保每天都有一个供应 但我们肯定可以平常供应到一定数量的蔬菜和生果 给雨后的住户 这个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很多人都说 farm to table 这件事 其实我们将这件事再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你可以叫做 farm at the table 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将它提升到 住户的健康、营养和免疫力 我们有另一个比较前卫一点的intubation 而是将这个项目带到元宇宙Metaverse 我们特别是commission了一位visual artist Desmond Leung 他帮我们基于雨后的一个来源 做出一个虚拟的场景 一个virtual的landscape 然后勾获出有几百幅unique physical art 和一个NFT 而来又送给每一个雨后的买家 雨后的主题和精神就是健康快乐 爱护大自然、爱心和乐于分享 Desmond就联同了我们的 internal team Cherry和Christy 基于这个主题和精神做了一个化身 我们叫做masket 而这个masket叫做saria 而我们将saria 将会变成一个平台 给大家包括住户、年轻人、不同艺术 无论在香港或外国 可以一起去到学习、创造和交流 是关于雨后背后的精神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to learn and to earn 我们公司星星一向都希望做一些有意义 也都是很有延续性的事 我觉得做一个地产项目 其实也是应该可以这样做 概念是所谓的to live and to give 那我们就将一个售楼收益的1% 去成立一个分 那我们会focus在三个主题 包括了环境的保护 entrepreneurship 创业 和creativity 创意产业 如果要用一个字去形容这个project 我觉得是改变change 我们希望改变一个住宅的买家 或者住户对楼宇的定义 改变住户对自然环境的一种联系 改变一个地产项目那种 起楼、卖楼的常规 改变地产项目那种 physical 的局限性 所以改变这个字 是最能够代表这个project 最后很欢迎大家去 after the rain 雨后的网站 去瀏覽一下 和去参观它的示范单位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项目 在交通、室内和配套的优胜之外 亦都感受到它发放出来的正能量 energy和使命感